不如說阿德一通電話比較準 有沒有 我就去問 我要去新城台北 一個問兩顆新 一天問 一天問兩顆 問新問要找通 半日手接力兒子的照片 僅存一張心急如焚的想要找尋兒子 16年來卻只能求神拜逢 他不相信兒子會連訊息都沒有 一通可能 平常你這樣 這樣想都沒有記憶 頭髮一通的電話 我們電話回頭 怎麼都沒辦法 他也沒人 民邦 16年來一通電話都沒有 最後只拿到嫌犯的懺悔性 嫌犯前妻的丈母娘也跑來道歉 整起事件也疑點重重 當時遺體氣質的位置 是在一處民宅後方的空地上 儘管後方有勾取排放廢水 但16年來竟無人察覺 結果味道跟死人的味道是不太一樣 你還是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是這兩禮 人沒什麼水 他還在下風的部位 所以兩個禮拜過後 你就聞不到味道了 兩年前 民軍搬到這裡看到田頭擔心有燈隔熱 將鐵頭挖洞不要積水 但卻還是沒有發現死者 鐵桶高度大約是120公分 究竟是如何將死者放進鐵桶 高大成也說明人骨放置10年後 通常會骨灰化 整起案件還能保持骨骼外型 應該是桶子蜜蜜蜂的相當完整 16年來終於從鐵桶中被找悬出來 家屬多年的疑問 也在這一刻全被解答 記者傳社會曹教人彰化裁判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